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我们讲到现观众案论的 应该资粮修行当中讲十地的修制 十地修制当中前面讲了八地的修制 今天开始讲第九地的修制 第九地的修制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讲它的本体和分类 对 本体也是其实九地的后德 福德的断正方面特别殊胜的一种方便和智慧 这叫做所谓的修制 修制也是一个断正圆满的一种功德 在九地位的时候断正圆满的一个功德叫做修制 就是修制 比如说初中一年级的话 那么一年级圆满的时候 他的修制是什么呢 他当时对初中一年级的知识 不了知的所段取出 然后已经了知的知识掌握 这个就是他的所制 我用初中的语言来比喻 这也是世间当中的很多阶段都可以这样来比喻 其实我们学习《现观传论》 可能有一部分道友不一定特别懂 如果这次不懂了我希望你们通过光盘 通过数据也应该再三地看 任何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这些专业的课程 听一次两次不一定能掌握 以前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智慧应该说 超越我们现在的这些普通人 但他们也是在显现上经过多年的苦修 最后还是得出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我们对学习不要觉得 只是听一遍应该会掌握 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同时每一个人 尤其是我自己认为 现在大家共同听受 共同学习《现观传论》 也是多生累劫当中非常福得圆满的一种果报吧 因为通过学习般若应该完善自己的生命 最有意义的阶段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闻法 没有修行的话 可能也是在世间当中很恶恶地度过 浪费自己的生命 所以比较而言 我们每天应该对这样的生活 非常有意义并且从事 下面讲从分类方面有本体特有的波罗密多 还有他的形象获得自在 还有实修实地的修行方式 从三个差别来宣讲 首先第一个本体特有的波罗密多 实际上第九地 大家都知道它是大愿圆满的 方便圆满 大愿圆满 然后这里怨波罗密多究竟 那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无边注视怨 也就是说到九地的时候 首先波罗密的差别是什么呢 它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发广大的誓愿 就像《普贤行愿品》里面 所讲到的一样 不可思议的功德 若人以此普贤文 读诵 受持极言术 果报为佛能证之 就是我们普贤愿望 如果读诵 言术 受持 那这个果报 唯有佛才知道的 也就是说像《普贤行愿品》里面 所讲到的这些愿 一般来讲第一地菩萨以上 才得以实现的 而我们现在只是发愿 但真正的愿还很难 虽然我们世间当中如愿一场 有这个成语 但是如愿一场 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到了九地菩萨的时候 它不需要特意的发愿 只要你心里面一起念头 一起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成就 这一点我们四大事业 也就是说 怀疑自在的时候 很多成就者 你自己所想的事情 很容易成就 比如说 你要想到达什么目的 你要想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要想束缚什么样的人 你要想获得什么样的财富 你要想获得什么样的名声 或者你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利益众生 诸如此类的很多事情 只要你心里面一产生分别念的时候 它会如愿一场 有这样的 九地菩萨有这样的特点 当然不是九地菩萨的有些 我刚才讲了 就是怀疑成就的话 很多事情 只要你一想或者以加持 以发愿以后 很多事情也会成就 因此我也尽量要求大家自在乞讨文 在过一段时间 我们原来发愿的一年半圆满了 然后如果有再次的发愿 也是很重要 我们共同发愿的力量也是非常大 就像华智仁波切所讲的 同时自己生生世世 能生性获得自责 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弘扬生生广大的佛法等等 这些是我们生命当中 应该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认为 自己所做的事情很重要 比如说有些杀猪的人 他觉得他生命当中是最灿烂的 但实际上每个人 应该行持善法方面还是最有意义 尤其是对大乘佛法的一些发愿 大乘佛法的一些行持 这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里讲 波罗波罗蜜多有这样的成就 第二个是他心事获得自在 也就是说 了知天语等 遍所如显河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他到了九地菩萨的时候 他又不同地获得了无碍戒 也就是说 赐无碍戒 义无碍戒 法无碍戒 遍财无碍戒 我们讲八地以上的时候 菩萨获得了四种无碍 那四种无碍戒当中 在这里冷泉的赐语方面有无碍戒 这个是什么样呢 这种菩萨能了知世间当中的天 天人 飞天 还有阿修罗 罗刹 野刹 以及 世间藏很多众生的语言都精通的 啊 天龙 野刹 九斑渡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 习以音声而说法 你看 你们还是很厉害吧 原来我们学院里面 刚开始有一个道友 他就天天念菩萨行 天龙野刹 九斑刹 乃至人与非人天 我们发愿说天 龙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通过他们就像佛陀的传记里面 所讲的一样 佛陀以人的语言来转法论 但是不同的众生他们都懂得 其实现在很多人如果以各种众生的语言来说法 也有一定的困难 包括我们人类当中 人类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的语言和文字 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只能通达一种语言 一种文字 其实有些人在学校当中 在工作当中也学过一些 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语言 应该自己掌握的话 我想最好不要忘 以后弘化离生的时候很有必要用得上 有些人前一段都说你们这个学院为什么不学藏语 然后有一个美国的人给我问问题 那天说是不是你把他们控制了 挡住了 你不让学我 这不是我的责任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法师都是有分工的 有些法师是管理方面 有些法师是翻译方面 有些法师是学藏语方面 有些法师是学五部大论等等 有一些分工 但后来教藏语的有些法师 慢慢就离开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这不是我的缺 我那天有点不高兴 也是说比较真实的语言 实际上我们学习藏语 现在有些人可能也学不懂 也不要紧的 如果你能念诵 学一学也可以 但是要学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的 前一段时间有些道友也是很热情的 然后学了嘎嘎钢 没有学到三十个字幕完了以后 已经结束了 已经毕业了 这也是很好的 现在有些人学英语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这也叫做嘎嘎钢安班智达 也就是说真正的菩萨 他对世间的所有众生的语言 也会得到精通 尤其是九地菩萨 他是在冷圈的次无碍方面 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是所圈的意无碍方面 刚才也讲了 比如说义无碍 义无碍边界的话 对意义 一切法相的意义完全弄了 然而法无碍的话 生意地的法和世俗地的法 全部撩如指掌 还有辩才无碍的话 对不同根机的众生面前 他以种种方便方法 用无比的智慧 让他们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利益等等 实际上九地菩萨 他对法 意义和智慧 辩才都是无碍的 应用自如 无碍通达 什么样的辩才 其实我们学习一些辩才无碍的话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还有一种心态很重要的 现在一些科学家和心理学家 都一直认为 我们的心态调整非常重要 然后第三个是祈祷 对圣尊文殊菩萨 本师释迦牟尼佛 包括对自己本传的智慧尊者 传承上师 经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和虔诚心来进行祈祷 通过祈祷来 一些不可思议的智慧也可以开发 完全是我们的一种苦修和苦行 也不一定能得到无碍的辩才 为什么是世间上的 一些历史上的大德 他虽然显现上是年龄应该很高的 但是他不但没有他的智慧衰老 而且更加敏热 更加清晰 更加有许许多多的辩才 就是自然流露 自然开发 这也是有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 所以说 九地菩萨来讲 他对所权的意义和智慧方面 也会自然流露 前面讲到第十地的修行方式 本来是九地的修者 但是九地的果实际上是十地 那么十地菩萨的这些经济 是佛地的因 所以在这个中间 就像是 比如说我们小学六年级的人 他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的体 就开始渔血 然后初中一年级的体 实际上是初中二年级的 他的一种因法 他的一种基础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在这里讲到了佛陀的十二相 本来是他获得了 五血地的时候 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为什么是在九地的时候讲呢 这一点 九地是以果的方式来讲 而十地作为以佛地的因而隐身 这两个之间有这样的关系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入太最第一 忠心诸圆满 眷属即甚深 出家菩提所圆满诸功德 那这里总共有 应该是九个功德 释迦牟尼佛的十二相当中 本来是 释迦牟尼佛的十二相 原来本书《广传》当中也是有的 十二相当中 前面有五种相是在家有关的 然后中间的这四种相 与出家有关的 好像后面的三种 最后获得佛果吧 大概是这样 可能好像在哪一个戒律当中 也是有宣说的 我们到时候再可以分析 也就是说 因为九地有十地的功德 那么这个功德呢 说什么 放在外面 是吧 是吧 他们说什么 世间人肯定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行 你们去听一听 根本不会说出什么 有意义的 只有我们出世间的人 才说有意义的 相关转乱 下面讲到 第一个是入胎最第一 乌顿大师想以乌顿大师 释迦牟尼佛的生平 以这个威力而说明 说明他首先在度随天 他又通过五种观察 来到人间 以大象的方式来入于母胎 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第一个 入胎降生的预备 这是第一个 入胎最第一 第二个 当时他要选择仲行和甲族 潤姓在印度来讲王族 �satili族还有婆罗门族等 这些族非常高贵 选择释迦族 释迦族现在的印度来讲 也是特别高贵的族 那天我看到一个照片 说是现代的释迦族 现在的释迦族 我自己也许是对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比信心的缘故吧 我看到好像 虽然他们是一群在家人的聚会 但是看看每一个人的身相 非常的庄严 丰满 每个人的展相 都是非常庄严的 现在也是印度那边 专门有个释迦族 它是在中心当中最了不起的 可以说是非常高贵的中心 然后还有信誓 也就是说种族这方面 当时印度非常著名的 有一个叫做世青族 还有世青家族 还有日青 还有甘哲 甘哲也是他们最高贵的家族 那么这个灯中 也是金凡王 金凡王 以这个中心 然后当时牟西学童 牟业佛人等 牟业佛人也是在印度来讲 非常高贵的 这是讲的 前面的四种圆满 前面的四种圆满 他的眷属就是敦巴等 敦巴是释迦牟尼佛 最后出家的时候 也是跟着他是一个人的名称吧 也是对本师佛陀 非常恭敬 虔诚 能干 有智慧 精进等等 许多具足功德的这样眷属 其实九弟以上的这些人 他的福报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现在世间人当中 有些人他当一个主要的 像世间人的话 就像一个企业的主要动事长 或者是一个学校的小长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福报很大 他周围的这些人 非常有礼貌的 有智慧的 有才华的等等 如果这个人的福报不大 这样的话 那他周围的这些人 不能帮他做事情 反而对他的很多功德 以他们的名义而损害的 这也是世间的福报所感造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如果比如说一个上师 他周围的这些人 各方面都有智慧 有能力的话 这也是上师的一种 《格言宝藏论》当中也是有 《军贵教言论》当中也是有 这也是作为一个主尊的一种威严 和他的一种形象 如果他周围这些人的素质也低 行为也不如法的话 这也是对主人的一种耻辱 不管在任何场合当中 应该是作为一个群体 用现在的语言来讲 比如说任何一个群体 都需要一个灵魂人物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当时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作为佛教的 可以说是现在佛教的创世人 他作为这些非常有德行的人 也说明他的功德和他的修正 最后降生的时候 在印度能佩尼花园降生 降生的时候也是大地六次震动 天上出现微妙的光芒 然后无数的天人 来对他进行牟语 赞颂等等 这也是他将生的殊胜相 释迦牟尼佛后来开始受用眷属 持障果症 还有到最后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四岁的时候 到外面去看城市的四面 老四病的不同的景象 从背面最后看到了 萨门的清净形象之后 事先出家 这也是现在的一种情况 说实在 世间当中有很多的快乐 享受 还有世间所谓的欲妙 幸福 这些我们不否认 佛教徒会不会承认这些呢 世间的欲妙和世间的安乐 一定会承认的 但是世间很多的安乐背后 也有许多的痛苦 比如说现在你有了一个很好的房子 过一段时间 这个就成了痛苦的因 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 比如说感情 或者世间当中的任何一种财富的享受 暂时好像看起来这是一种快乐 这是一种成功 但是在它的背后 不断地出现许许多多的一些创伤和悲哀 所以说 最后佛陀了知一切万法的真相之后 选择出家之门 出家之路 这个是第十个了 佛陀在力量场合旁边苦行流量 在菩提树下大吃大悟 降伏魔众大吃大悟 最后在黎明时分的时候 获得了圆满正等觉 就是菩提正等觉的果位 也就是说 上面我们在佛陀的身上 所讲到的总共有九种修制 前面讲到能权和索权的意义上面有三种 总共有十二种相 这十二种相作为九地菩萨 将来要修持的十种修制 十种修制 所以《相关传论》当中他没有直接讲 我们在其他故事里面 所讲到的十二种相 其他根据《宝行论》的观点讲了 从毒水天讲到世间 一直到最后《传法论》之间 《传法论》实现涅槃以上 总共有十二相 其实十二相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整个一生的经历 全部圆满的 因此在藏传佛教当中 在传统当中经常我们要完整地 圆满地要回顾佛陀的生平历史的时候 都会讲十二缘起 比如说安居 最后晚了最后的一晚上 都要给大家讲一个 释迦牟尼佛十二相的故事 最后戒下的那一天晚上 有这样的传统 下面我们讲以过的方式来宣说十二 超过九地 也若知诸佛地 因知自己是菩萨迪十地 这个是真正的 讲到九地的 以果的方式 下面是以饮的方式来讲前面的九地 现在以果的方式 因为修制当中讲饮和果粮分 然后其中以果的方式来讲 第十地的修制 那么这个讲超过九地以后 住于佛地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 他是第十地菩萨 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超过九地以后 本来是住于十地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中间住于十地 中间说住于佛地 然后这就是十地 好像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会讲的 他这里讲是 《现观照文论》颂词里面讲 超过九地 他这里根据其他一些论典的说法来讲 讲有一个叫做中心地 中心地实际上是声闻的加行道 还没有到间谛之前的声闻的加行道 这是第一个地 然后第二个地 叫做第八地 第八地实际上是 也就是说玉柳巷 玉柳巷是从阿罗汉果往后 也就是说是历史方 那么第八个是玉柳巷 玉柳巷实际上是第八地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见地 见地就是玉柳果 因为小乘的玉柳果断除了所有的见火 也就是说 他完全能见到了十路现象 所以叫做见地 这个是第三个地 第四个地叫波地 为什么叫波地呢 因为前面欲界当中所有的 这些六品烦恼断除 也就是说 第一个依赖果 这时候他转生到欲界当中的种子 或者说烦恼 又说不血弱 所以叫做波地 第五个就是利潭地 利潭地叫波来果 完全是在三劫当中 五色劫和色劫还会来的 但是玉劫再也不用来了 所以完全离开了 玉劫所有的贪心 这叫做利潭地 然后叫做证所作地 证所作地实际上是阿罗汉果位 这个时候他完全通达了 一切的任务 断除了烦恼障 叫做证所作地 然后叫做声闻地 声闻地本来前面也有声闻的名称 但是这里这个声闻地 我们前面的四箱当中 四个箱已经讲完了 四箱里面 第一个云六箱已经讲完了 其他还有后面的一来箱 五来箱 还有阿罗汉箱 这三箱叫做声闻地 然后第八个叫缘觉地 然后第九个 从一地菩萨到九地菩萨之间的 九地算成一个菩萨地 叫做菩萨地 所以全部加起来 因为前面有声闻八地 再加上菩萨一地 实际上菩萨一地里面包括了九地 然后在这里说 超过了这九地 从菩萨一地到九地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地全部圆满 那么这个就叫做诸与佛地 为什么叫诸与佛地呢 诸与佛地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我们不能承认 第十地是真正的佛地 因为他跟佛地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不能完全承认是佛地 为什么经典里面 《般若经》当中是这样称呼呢 称呼是有密意的 称呼这样也是有必要的 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作为师弟的话 圆满断正功德 有这么一个功德 当然比佛地比较起来 稍微还有习气种子方面还没有断除 最细微的智慧还没有通达 但是有一定圆满断正的功德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师弟菩萨利益众生的方式 跟佛陀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三种必要 第一个必要实际上是到了十地的时候 三成道的断正有所圆满的 这也是一个必要 第二个必要 它超越了九地 也就是说整个三道 声闻 圆觉 还有菩萨道分因和果 实际上到十地也是 与前面的九地比较起来 要跟无学地没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是第二个必要 第三个为什么这样说的原因呢 第三个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十地菩萨 我们对他称呼佛地 佛地的话 所以他更加有所兴趣 生起欢喜心也有这个必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哄一哄 还是有必要的 十地菩萨都是要对他说 你是佛地的话 他也对修道更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说 你们修行很好 心态 那天有个学生去香港 很多人说 你长得很好看 我们很多人说 你长得很好看 后来心态就更加好了 所以我们有些学员 导游们也是应该 你修行很好 你人格很好 你长得很不错 你各方面都是很好 因为凡夫人有时候对自我的执著 对自我的贪著 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十地菩萨也是 如果他是佛地的话 他也是对法义方面对有一种兴趣 也是对果位的一方面 度化众生 还有对菩萨道产生各种兴趣 因这样不同的原因 所谓住于十地的菩萨 安立为十地 住于佛地 但实际上他就是十地菩萨 这个原因在宗喀巴大师的金满论当中 也是说过 超过九地的十地菩萨 虽然在佛经当中称之为佛地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圆满的佛陀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有些断正的功德对十地来讲 还没有圆满 因此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不同 我们这个第九地 按照这个现观众暗论当中 讲到的是 第九地应该是 对 第九地的话 我看 我想的 愿波罗蜜多 这里是 特有的 波罗波罗蜜多智慧 特有的 佛陀无碍的智慧 非常相同的 这么一个 波罗波罗蜜多圆满的原因 在这里说 十地的时候 波罗圆满 应该这样可以讲 这是前面讲的十地的修制 都已经讲了 十地的修制以因方面和果方面 两层方面讲的 下面是入定智慧对质的资粮修道 刚才前面是缩短方面讲的 现在对质方面也有本体和分类 本体跟前面相同的 然后分类主要是从尖端的对质资粮修行和 还有修端的对质资粮修制 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这个是很多相关传论的学者 也是不同的观点当中 经常引用的 监修诸道中所能区分别 由灭除彼骨 所八种对质 意思就是说 这里我们什么是见到呢 见到就是以前没有见到的法相 十相意义 后来到一地菩萨的时候见到了 这叫做见到 然后什么是修道的话呢 一地菩萨所见到的这些境界 不断地在自相续当中继续传习 这叫做修道 然后这个见到和修道 实际上它有所正的智慧和 所短的障碍 所短的障碍方面 有所取的法我的执著 还有能取的人我的执著 这是我们前面也是讲了吧 那么所取的这些执著 有清净和燃物的执著 就是清净的执著 比如说对涅槃的执著 然后燃物的执著 就是对烦恼和我法治方面的执著 然后能取的菩提加罗方面 它有石油的执著 还有家里的执著 这样一来能取有两种 也就是说 加油和石油的执著 所取有清净和燃物的执著 总共有四种执著 这四种执著 在剑道上有四种执著 然后修道上有四种执著 总共有八种执著 也就是说到了资粮道圆满的时候 这里面的资粮修道 并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资粮道 这个时候我们在十地当中 实际上是剑道和修道的时候 前面所讲到的这八种分别念 八种分别念一一地断除 这就叫八种对治 八种修治 主要是这八种修治 实际上是从垄断的智慧方面安理 也就是说 我剑道的时候 实际上有四种边际的 认知和法治 就是认知和法治 剑道的时候 认我的障碍 认我的障碍和法我的障碍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名字我是不是新创造的 但现在人经常需要创意 所以我要创造 到修道的时候 实际上有居生的四种分别念 就是居生的分别念 居生的这四种分别念 有一部分是完全成为 一个很细微的种子 比如说 像第二地菩萨和第三地菩萨的时候 按照个别大德的观点来讲 还有烦恼障 当然这个所知障是一直有的 这样比较粗大 但到了七地以上的时候 全是成为一种非常细微的所知障 所以这样一来 修道和剑道的时候 也有居生和边际的 这样的障碍予以断除 断除它有八种对治 八种智慧 可以这么讲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大的课盘 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的是定身修行 前面是资粮修行 资粮修行当中讲的十种修制 你们在课盘上 我希望你们学习险光专案论的时候 稍微可能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看个别的道友 学得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你们有些是第一次学 第一次学得那么好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很不错的 我看到藏族九母当中 有一个藏族堪摩 他是一个藏族堪摩 他学了两年险光专案论 然后做了一个 大概有六七百亿的讲义吧 那天我看了一下 应该很好的 我那天跟他们说 观家们希望 真正在这方面有一些创意的人 不要安排一些发心 很多的事 如果他协作方面 专有能力的话 可能我们其他的发心 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我们这个学院 金刚相母咒这边也是 对现观转论 对五部大论真的要做一个比较 不是光是抄袭 短暂趋语的 不是这个 应该自己还是一方面从字面上 课判上 各方面有一些新的创意 一些讲义 这样的话 我们也允许 然后你念三年当中 不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是可以 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个别的道友 包括我讲的这些也是整理出来 但我讲的话 有时候是胡说八道 因为讲法不是很严格的 不像写造论一样 造论跟讲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讲法的时候比较放松 甚至开玩笑等等 但是有些有一定的智慧 做讲经好的话 他会掌握哪些可以用 哪些不能用 所以说 你们可能有些做讲解 这些方面 我想是我们共同造的 也有我的一份功德 也有你的一份功德 一般是你的讲义 一般是我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自己造的话 我们也允许 这些事应该是很好的 讲辩柱 讲辩柱是很好的 所以说我希望道友们学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科判 这个科判分得很好的 要科判也要分析 这个颂词 再加上根据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如说我讲完了以后 法师辅导 法师辅导的时候也应该非常符合法义 不要自己所想的 跟另外一个地方撤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是不合理的 应该是比较浅显移动的 根据这个意义 尽量地靠近 然后进行解释 这是非常有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五部大论 在藏传佛教当中 每个寺院和 每个成功的佛学院都在开 但是确实是 我们这里不是自炊 应该说现在在汉传当中 或者汉地的这些学者 到不同的地方去 圆满地学到五部大论的地方 也不是很多的 应该又是有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系统的学习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讲到这个 也是一个重要的课盘 我们前面讲到四个修行当中 最后一个叫做定身修行 这里面有些时候说的 我课盘当中说的是定身修行 法尊法师翻译的说是出身修行 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 比如说 这个词典里面想顶礼 出离顶礼 也有这样的 但这里我们看看 怎么样分析 这个是氛围 也是本体和分类 摄持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本体的话 实际上是断正圆满的 决定能产生的所缘方面 这都是佛果 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 修行断正圆满无生的修行 修行到最高的境界 叫做定身修行 分类有种的定身修行 还有分别的定身修行 那么种的定身修行 在颂词当中有所为两个字 也就是说 真正能定身佛果有三大所为 我们下面会讲的所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修行 最后能定身什么呢 就是定身佛果 佛果有什么特征的话 有三大 就是大行 大断 大正 有三大 那么下面分别讲定身修行 分别说大行 大断 还有大正 首先第一个大行 即平等 利有勤 无用 从三个方面讲的 也就是说 就是定身修行 最后圆满的时候 成为佛果 定身是从字面上意义 决定产生 我们修行之后 一定会产生 产生什么呢 产生佛果 佛果的功德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讲的是三种大 就是三种大 现在很多人是大大 小小 种种 就是很多称呼这样的 这三大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平等 平等的话通过智慧来 通达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 就是从真相当中 不由动摇 完全是一位一体的 平等地通达一切万法 这就是佛陀的智慧 智慧方面的大的心 我们作为现在的人 可能没有讲 万事万物 一切万法的实相和现象 全是通达无碍的智慧 平等 这叫做平等 然后第二个 它既然通达一切万法真相的时候 还有世间当中许许多多的人 没有众生 没有通达这样的实相 对他们自然而然 生起极大的悲悯心 然后去离一切无片段的有情 这是第二个 离有情 大悲方面 刚才是智 佛陀的功德 其实智 悲 离 离三个方面的 然后首先他有智慧 通达一切 众生没有通达这一点 对他生悲心 佛陀有三个二生气劫 积累资粮的缘故 最后他利益众生的事业 无情而成功 这叫做无用定身 刚才一个是平等定身 还有利有情定身 还有无用无情定身 就是说利益这些有情 包括心里面一直想着想着 身体一直走 就不需要这样的 无情当中 现在有些人想利益众生 拼命地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也不一定能饶一道有心 然后心里面天天都是想着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连晚上睡都睡不着 三点钟的时候还在床上滚来滚去 但是第二天早上 不但不能利益众生 反而把自己的身体都害了 也有这样的相识菩萨 这些人还是很累的 而真正的佛陀 他是无情当中 他的智慧也是自然而然现前 通达万法 然后悲心自然而然流落 利益众生的事业也是自然形成的 无情当中 其实无情的事业跟有情的事业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这三者是大心当中 佛陀有大的心 大心就是智慧的心 还有什么呢 大悲的心 还有什么呢 无情的心 这个心就不需要 很费力的 我们有些人 那天有个发心人员跟我讲 我自从发心之后 那天听课的时候根本不行 每天都是一直想着工作 这样以后 就好像磕一磕伤不好 水也水不好 再说发心也发心不好 我怎么办 一边说一边流泪 他的那些泪珠 就像断了线的水晶莲珠一样 一颗一颗地掉在地上 然后地上也是滚来滚起 沾上了很多非常可爱的围尘 这是一种形容 但实际上佛陀不需要这样 也不需要为众生特别那种 这叫做大心 然后下面就是大端 大端的话 颂词当中讲着 超而边出声 正的相出声 你看法尊法师这个词都叫做出声 出声 我这里用的是定声 但也有其他出力 但具体怎么样呢 我看了一下《般若经》 《般若经》当中 《华严经》当中有一些 但是这里面的出声好像跟不同的 《般若经》里面的这一段 我看到圣城大师的讲译 他这里面也没有引用 本来他对佛经对应的比较多一点 原来《般若经》里面怎么翻译的呢 我还没有找到 凡是在这里是这样讲的 这个有大端 他端是什么呢 到了佛地的时候 已经断除了人无恶的障碍 烦恼障和发无恶的障碍 也就是说 所知障碍 断除了这两种障碍的原因 因为他不足以涅槃寂灭的边 也不足以轮回常有的边 潮离的二边 这是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碍 还有一个特征 他断除了身闻 缘觉 菩萨道的所有障碍 而获得了善成的一些功德和智慧 这叫做正 实际上这个正德相 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正功德当中 但是他直接都是这样的 间接一次 他就是要断除善成的障碍 所以在这里安立为大端当中 真的想出生 这里面 真的想定生 下面翻译的是定生 法尊说的出生 这样的 倫义 倫义 倫义倫 倫义倫 藏文当中会有个倫 倫义断定的意思 然后出生的话 好像没有定的意思 所以藏文的字面意思更 因为还有一个 他的法相讲的时候 在佛地的时候就决定产生 决定产生什么呢 就决定产生断功德和正功德 还有大行功德 也有这个含义 所以我这样写的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不对 希望大家应该可以辩论 我们不同的观点 这不是变成一种不合理的 不管是在课堂上也好 或者我们平时说出一些不同的观点 那天我跟其他的书里面讲过 其他宗派的一些播持 这些宗派的人在一个演讲聚会当中 他们很不高兴 我说 这个没有应该 现在是可以言论自由的一个时代 然后言论自由的时代当中 我的一些不同的观点给你讲了 你不应该生气 你不应该痛苦 不应该不接受 我也希望别人对我直接说 你的这种说法和你的观点 你的这些是不合理的 这是可以说 所以不同宗派的有些稍微有一点记录他们 激发他们 这我想应该没有什么 我们在讲经说法 尤其是学因明和中观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萨迦派和觉能派和格鲁派 早就都已经伤心而到了 没有的 就没有的 前辈大德们都会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也是 包括一些道友和一些法师 不同的观点不要认为 啊 他对我不满 说出我的过失 然后一下子再抬不起脱来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对吧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我的观点就是 其实我们讲课的时候 也不用讲很多不同的观点 还是前辈的这些 直接解释 方法解释就已经对了 下面说到第二个是正功德 正功德也是因和果方面分的 如果不分 因果两个也可以 一切相知心 道由今出生 也就是说 他的正功德是什么呢 到佛陀果位的时候 也就是说解脱道 他十滴末位的时候 有个无间道和解脱道 解脱道是真正已经 现前佛果的时候 他的智慧 显量见到了一切万事万物 所以叫做一切之相 这个是从证悟方面来讲的 还有一个 十滴菩萨马上要得到 这个叫做无间道 无间道的智慧 实际上这个由经也是一个最高的 实际上 这个怎么讲呢 他这里道由经 道由经有些说是佛地是究竟的 刚才前面一切之相 由经道好像因地 其实这个也 明相上是因地 但实际上已经获得佛地了 因为无间道 一刹那地 就像种子 马上就变成果了 这个时候 这个名声上是因 但实际上是佛陀的智 这个由经 也就是说这个智慧 也实际上是有经定生智慧 这两者实际上是 佛陀已经证悟了无比无上的智慧 而通达了万世万法的真相 这个可以怎么讲 当知此八种是出生真心 以上已经分析了 总共有八种出生 八种出生也可以说 八种定生 真心 藏文当中是修行的意思 也就是说 通过以上所讲到的 刚才那个断 真 还有心 总共有八种功德吧 就是八种定生 八种法实际上是八种定生修行 也就是说 这个定生实际上 全是佛的一种善大的智慧 这个实际上是最后一个 五八护佛的讲义里面也讲了一些 他引用了什么呢 引用了名义书当中的一些观点 还有佛陀的辨知 也分了一些 埋怨辨知 所权辨知 薄弱辨知 有不同的一些辨知 总的来讲 所谓的现观 实际上应该抉择佛和菩萨 修道的时候的一种智慧 那这种智慧应该以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方法来说明 因为我们完全要通达佛菩萨的无生智慧有一定的困难 依靠弥勒菩萨的无比智慧开现他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这种境界下面一个是名义书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教言来进行说明 这下来过后我们可以怎么讲 然后总的来讲 现观作案论总共有八品 前面都是有三支 然后中间有四加星 还有最后发生 总共有八品 当然八品当中有些品我们看颂词也是发现 只有两三个颂词一品就已经圆满了 有些品内容比较多一点 不管怎么样大家 他的鬼舍方法在藏地高僧大德们的讲义当中 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也可以讲八种相关 也可以讲六种相关也可以讲三种相关 这些鬼舍方法在后面也讲了 总的来讲第一品吧第一品已经圆满了 希望我最近看到学院当中 大家听课堂的纪律各方面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 再加上现在往上听课的人 也是最近大家可能有难得心 还是弥勒菩萨的加持力 好像人数反而多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外面的人有时候很奇怪的好多人都失踪了 有时候不但他们都回来了 也很多人就增加了 所以说毕竟是虚妄吧 虚妄的世界当中也不是很可信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学习 弥勒菩萨的现广庄严论 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觉得 在自己当前的生命是最有意义的 因此大家一方面发愿 通过这次宣讲弥勒菩萨的现广庄严论 最好是即生当中通达般若空性的甚深意义 如果即生当中实在是没有完全通达 他最了意的 明空无二的意义 那么以此在阿那耶上面种下一种善缘的种子 将来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界 实现成佛 广转法轮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他的树皮眷属 然后在他的面前听受圣光的法门 以此以这个身份能圆满获得解脱 而超约犹如火坑般的三极轮回 所以大家听法的意乐和发愿还是很重要的 虽然每个人都是在听 但是听的时候学习的态度 还是对将来我们的修行也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大家发一种善愿 最好我即生当中 还是以此而证悟空性 即使我即生当中 没有完全证悟空性 这是对我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段经历 我也在想 自己以前在上师们的时候 有时候听过像薄弱空性方面的 比如说那一年讲薄弱空性方面 我那一年是密法方面 那一年讲大乘修行方面的 每一个阶段对我来讲 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对一天来讲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用来听课 对我们大家来讲应该 远远超过世间的各种散乱 各种烦恼 如果我们没有大家共同利用这个世间来听课 很有可能这么多的人 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产生烦恼 做一些非法 有些人可能是一种无际 很恶恶的状态当中 但这个也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大家共同的发愿 念普贤心愿品的时候也是应该这么想 以此今天的听课为主善事的善根 都回向给一切众生 同时愿我自己也是生生世世不离大乘佛法 就像普贤心愿品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所以大家也是应该明白其中的意义 即使你完全不懂其中的意义 就像闻殊思念勇猛之 普贤慧心依否然 这样的词句来 闻殊菩萨怎么样发愿 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 前辈大德们怎么样发愿 我也好好地这样发愿 以这样的心态来念一遍《普贤心愿品》 实际上得人生确实是有意义的 有些人说我闻思了很多年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 有些人说我闭关很多年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 烦恼越来越重 经济越来越差 我现在心里越来越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修行不一定马上 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可能学生他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进步 但是实际上你读书和不读书肯定是有差别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闻思和修行 应该对自己的生命当中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每一次都是自己把发愿 回向 念诵 在这个时候应该用一种清净的发愿 清净的增上 清净的信心 这是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经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了解 没用了 是在这种程式的增来了 这种流略的这种 叫的 祂在干什么 也是在这样的随藏 喔 鹌鹅 轻者在这种流略的 房子眼美人们的站在那里 喔 鹌鹅 轻者在那里 哎呀 羟静去和想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